踩 踩 踩 走 逐陸中原 民鼎神舟 金庸武俠天地 陸鼎記 有 下計 你翻轉世代 心氣傲 誰給我 張 百官 也整股氣弄 是問誰 能敵我 笑笑 往事不再重要 今日我有行作主角 笑笑 我律師妙計 就令你出現貧荒 這世的笑我是傻 怎知我心中興何 我阿爺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碟碟碰碰我扮傻 天風我歡呼唱我 我要換世但卻始終我是我 對話錯 但卻始終我是我 沉公的燈點亮了 大的人就不見了 我明明打聽到 韃子皇帝他們今天會回宮的 對了, 公主 那晚奴婢在這裡 曾經割爛了三個箱 連衣櫃、書桌全部都找過 都找不到有經書 然後韃子太后和那個賈公女 就進來了 有人來 躲在床後面 母后, 我幫你做了這件好事 你想切什麼給我 叫你做小小事都要賞賜 什麼?還說小事? 如果皇帝哥哥發現了我拿 他一定會很生氣 一部經書有什麼大不了? 我們去五台山進香 都是求菩薩保佑 所以回宮之後 要誦經念佛, 菩薩才會歡喜 好, 既然沒那麼大不了 那我去告訴皇帝哥哥 說你叫我去拿了四十二張經 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好, 你去說吧 如果皇帝來問本宮 我就說不知道有這樣的事 小女兒胡言亂語 怎麼可以作陣? 母后, 你加茅的 這部經書明明在這裡 好, 那就容易 本宮可以燒掉他 算了算了, 我也不夠你說了 母后小器 不肯賞賜女兒 還要欺負我 健靈, 你什麼都有了 還想母后想賜什麼給你 我什麼都有 但是偏偏還欺負一件事 欺負什麼? 欺負一個可以陪我玩的小太監 小太監? 哈哈 宮中有幾百個小太監 你喜歡誰跟你玩都行 你還嫌少? 我不要那些蠢太監跟我玩 我只要皇帝哥哥身邊的小貴子 我問皇帝哥哥 他說吩咐了小貴子出京辦事 但是這麼久都不回來 母后, 你去跟皇帝哥哥說 叫他賞賜小貴子給我 好 你知不知道皇帝派了小貴子去哪裡 辦什麼事? 聽侍衛說小貴子去了五台山 五台山? 那為什麼我們這次去五台山 不見到他呢? 我也是回宮之後才聽侍衛說 不知道皇帝哥哥叫他五台山做什麼 聽說他又升官了 那好吧, 等他回宮 本宮就去跟皇帝說 你說的, 是的老婆 晚了, 回去睡吧 我不會, 我不回靈獸宮 聽太監和宮女說 早幾晚他們好像被鬼迷一樣 一覺睡醒, 第二天中午才醒 他們個個都發惡夢 母后, 我今晚留在這裡陪你睡 傻的, 哪有這種事呢? 別聽奴才亂說 我們不在宮中 他們疑神疑鬼 快回去睡睡, 是的 那母后早點休息吧 跪安 喳 有鬼, 宮中有鬼 是不會的, 皇宮又怎麼會有鬼呢 怎麼會有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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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呢? 為什麼會有鬼呢? 這裡是皇宮內縣 你很大膽 沒錯, 這裡是皇宮內縣 你是什麼人? 夠膽來這裡? 本宮是皇太后 你是何方妖人 給我一部經書 放手 好啊, 原來是個武龍高手 我出去幫忙 不可以讓他傷害肢解的 不用, 太后不是公主的對手 你看公主, 只是坐在椅子上 右手食指, 東指下西指下 就把太后凌厲的攻勢一一化解 你一身蛇到武功 以你太后的身分 為什麼會和神龍教中人拉上關係? 我不知道神龍教是什麼 我的功夫是宮中一個太監教我的 太監? 太監會和神龍教有關嗎?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海大夫, 已經死了 海大夫? 沒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你剛才連續拍了我七獎 獎力陰沉 那是什麼獎法? 我師父說是武當功夫 要做幼魂獎 不是, 應該是化骨棉獎 武當是名門正派 怎麼會有這麼陰毒的功夫? 是…師太說得對 是海大夫說的,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用這種長法傷害過多少人? 我…晚輩生長深功 習武也是為了強身 從來沒有傷害過一個人的 其實今晚還是第一次和人交手 原來晚輩的武功是這麼沒用的 你的武功也不算差 晚輩是井底之花 如果今晚沒見過師太的絕世神功 也不知道天地之大 那個太監海大夫是何時死的? 是誰殺死她的? 她… 她死了很多年了 年老病死的 哼…你本身雖然沒有作惡 但你們滿洲撻子佔我大明江山 逼死我大明天子 你是第一個撻子皇帝的妻子 第二個撻子皇帝的母親 我不能放過你 師太, 當今皇帝不是晚輩生的 她的親生母親是孝康皇后 早就死了 原來是這樣 但是你身為順治妻子 她殘殺我千千萬萬漢人百姓 為什麼你不勸子呢? 師太, 師太 先帝只是寵愛董岳飛的狐狸精 晚輩想見先帝一面也很難 師問又哪有機會勸子先帝呢? 那倒是 好, 我今天不殺你 謝謝師太不殺之恩 晚輩今後, 定必天天種經念佛 請…請師太給我一部經書 這部四十二張經很普通 不論哪間廟宇都有十步八步 你何必一定要這部經書? 師太有所不知了 這部經書是先帝當年日直中讀的 晚輩不忘舊情, 對經與對先帝 這就不對了 還經禮佛之時, 必須深無雜念 你一面念經, 一面想死她的丈夫 師父, 念經又有什麼用? 是的…謝謝師太指點 只是…晚輩如老, 始終放不開 這部經書到底有什麼古怪? 你很快老老實說 沒有…沒有什麼古怪的 先帝雖然對晚輩不好 但我始終不可以忘記先帝 我每天看到這部經書 也可以稍為思念之苦 既然你執迷不悟 老實說, 不肯老實說就除了你 謝謝師太慈悲 我也沒有什麼慈悲 你那些化骨棉掌打在人身上 會有什麼變化呢? 海大副不要跟我說 他只是說天下間 沒有多少人可以抵擋得住 其實你剛才打了我七掌 我是沒有抵擋的 只是把你的七掌運送回你身上 所謂自作自受, 不要怪人 要怪就怪你自己 師太, 師太救命… 業由自作, 雖當自解 旁人無能為力 求師太大發慈悲 這條生路給晚輩 你事事隱瞞, 不肯老實說 明明有生路你不走 可以怨誰? 我就算有慈悲之心 也留待對待我們漢人 你是韃子滿爐, 和我有深仇大恨 今天我不親手取你性命 我已經口慈悲了 師太…不要走 師太…我…我不是韃子 我…我是… 那你是什麼? 我是漢人 韃子皇后會選漢人嗎? 分明亂說 我不是亂說的 當今皇上的生母同佳侍 他爹同桃賴是漢軍旗的也是漢人 聽說他本來只是妃子, 不是皇后 他是母憑子貴 兒子當了皇帝 才追封他當皇太后 是, 沒錯 我…師太, 但是我真是漢人 我…我恨死太子 為什麼會這樣? 不… 這是偏大秘密, 我不應該說的 既然不應該說, 就無謂說 我…我這個太后是假的 我…我不是太后 老乾婆, 不是太后, 不是吧 想不到這個太后的吹牛功夫 都拍得住老子 真太后是滿洲人 姓博爾濟吉特 是科爾沈貝勒的女兒 晚輩的父親姓毛, 是浙江杭州人 就是大明大將軍毛文龍 晚輩叫做毛東珠 你是毛文龍的女兒? 就是當年鎮守皮島的毛文龍? 沒錯, 我爹和韃子連連交戰 後來被袁崇煥大帥所殺 其實…其實那是韃子的反間計 那你怎麼可以冒充皇后 而這麼多年都沒有被人發覺? 晚輩的爹被韃子害死之後 晚輩就被迫入宮做宮女, 服侍皇后 我服侍皇后這麼多年 她說話的聲調, 舉止, 神態 我都學得唯超唯妙 我這個樣貌也是假的 我給我的真面目, 你看吧 老乾婆在金盆裡 弄濕了一塊錦柄 然後用力搓臉 她從塞邊撕開兩塊臉皮 本來圓爐的臉形 忽然變成瘦術的瓜子臉 你的相貌真是不同了 但是你武衷太后 難道你貼身的宮女會認不出 連你丈夫也認不出 我丈夫? 先帝只是寵愛董羅妃 這麼多年來 她沒有在皇后的寢宮睡過一晚 真皇后她也不屑一鼓 更何況我這個假的皇后 那服侍皇后的太監宮女呢? 難道也認不出? 晚輩一制服了皇后 就換了所有的太監宮女 平時我也很少出宮 加上宮中規矩 太監宮女也不敢正面望我 就算離遠偷望 也分不出真假 就算了 沒理由 你說老皇帝從來沒有重行過你 但是…你又生了一個公主? 這個女兒不是先帝的 她親生爹是個漢人 有時她會偷偷地扮成宮女來跟我見面 不過… 不過在幾個月前,她已經病死了 光頭宮女 難怪臭丫頭這麼野蠻粗魯 原來她不是老皇爺親生的 你的話,我始終不太相信 前輩,我連這些可恥的事都說出來 我真的沒有隱瞞 這麼說,你就是殺了真太后 你雙手已經染了血腥 萬輩重驚拜佛 雖然對達子心懷仇恨 但是也不敢胡亂殺人 真太后她依然生存 真太后還沒死? 她還生存? 你不怕她洩漏秘密嗎? 前輩,請等一等 老乾婆走到一張大掛尖上 捲了一張尖 原來尖後面有兩仙櫃門 她拿了一條金鎖匙出來 你…開了一個暗鎖匙 你打開櫃門 原來櫃裡面有個女人躺在這裡 她…她是真太后? 是呀,她跟你之前的樣貌真的很相似 我不會說的,你…你殺了我 我從來都不殺人 又怎麼會殺你呢? 你找了她在裡面很多年? 是 你逼問她什麼事? 是不是她一直不肯說 所以你不殺她? 不是…沒有這種事 晚輩知道佛門守戒殺生 平日我都是吃素的 我又怎麼會殺她呢? 你當我是三歲孩童? 這個人運在裡面 時刻都會被人發現 你不殺她一定有重大原因 你不怕她大聲呼舊嗎? 她不敢喊的,因為我跟她說 如果她這麼大聲喊的 我就會殺死先帝 後來先帝死了 我就說會殺死小皇帝 這個韃子女人 對兩個皇帝都忠心耿耿 一定不會讓他們受傷害 你到底逼她說什麼給你知道? 你再不老實地回答我 我都沒辦法幫你化解化骨綿長 我說了… 是…是關聯到 韃子氣魂興衰的大秘密 韃子之所以能夠霸佔我大明江山 是因為…他們祖宗的風水非常好 晚輩知道遼東長白山中 有一道愛生閣羅氏的龍蜜 只有挖斷龍蜜 我們不但可以光復漢家山河 韃子還會盡數覆滅 那這道龍蜜到底在哪裡? 這就是我要迫問皇后的秘密 先帝臨死之前 小皇帝還小, 不懂事 先帝最寵愛的董岳飛 也早死過他 所以他把這個大秘密說給皇后知道 要他等小皇帝長大才告訴他 晚輩一心要找出龍蜜所在 然後腰襲愛國之事 去長白山挖斷龍蜜 那我大明天下就可以重光了 風水龍蜜之事實屬虛無飄渺 不容盡信 我大明失靠天下 是因為歷朝施政不善 苛代百姓, 以致觀逼文返 這些道理 直至我近年周遊四方 才清楚明白 是的…師太明白是你 晚輩真是萬萬不及了 風水龍蜜之事寧可順其有 或者…或者挖斷龍蜜 真的可以拯救黎民百姓 於水深火熱之中呢? 都說得對 就算不靈驗 起碼也可以錯下他們的銳氣 是呀, 那你就是迫問真太后這個秘密 是呀… 但是這個賤人知道這個秘密 關連到他滿清子孫基業 所以寧死也不肯透露 其實你是要問其餘的幾本 四十二章經在哪裡, 是不是? 原來…原來前輩已經知道 那個大秘密就是收藏在八部經書裡面 你拿了多少部經書? 前輩無所不知, 晚輩不敢隱瞞 本來我已經取得三部 但是有一晚有人入宮行刺 在我胸口刺了一刀 偷走了那三部經書 糟了, 再問下去 師太一定會懷疑我的 我知道是誰行刺你 但是這個人沒有拿走三部經書 似乎沒有拿走經書 那…三部經書是誰偷走的? 我真奇怪 無論如何, 就算那三部經書沒有被人偷走 加上這本, 也沒什麼作為 你既然是皮倒無聞龍的女兒 那和神龍教一定淵源極深 沒有…晚輩從來沒有聽過 什麼神龍教這個名字 好, 我現在教你散工的方法 每天早午晚三次 跟著方法拍激樹木 連拍九九八十一天 或者可以化解你體內 所種的化骨棉長的陰毒 謝謝師太 謝謝師太 不過你記住 至今之後, 你只要再運耐力 出掌傷人, 全身的骨架即時斷裂 沒有人可以救你 我…晚輩就記住了 那現在我就傳口訣給你 聽著吧 好了, 以後見到老乾婆 就算我沒有五龍令, 也不用怕她 記得口訣了吧 記得… 紅櫻, 你們出來 我點了她的月度 她明天才會醒 師太, 這個女人說的話 三分真七分假, 信不過 她是誰的 經書中所收藏的秘密 不僅有關韃子龍脈 其中的金銀財寶, 她故意不提 讓我再查一下 師太… 屁股下面呢, 原來有個暗格 先打開看看 好多珠寶, 好多銀票 可惜沒有經書 珠寶有什麼用 包起了珠寶 留在日後喜兒的時候用 老乾婆這次大大破財了 為什麼上次暗格不在金銀珠寶 真是可惜… 紅櫻 紅櫻 公主 這個女人假冒太后 一定另有圖謀 你繼續留在宮中監視她 她現在沒有武功, 不足為據 遲些我會再入宮跟你聯絡 是, 公主 小寶, 你要代姑姑 好好地示好公主 放心吧, 姑姑 你自己也保重 多謝她 確實看她 更何謂我會這樣 說得真正的 是, 從此而 Forsch 說得真正的 老婆, 女兒 是說得真正的 她借不穩的人 她的寶負 沒有她了 師父, 這四個字果然寫在四十二章經的首頁 這部經書很普通, 有甚麼秘密呢? 底面的封皮這麼厚? 讓我割開封皮的甲口看看 原來的秘密就在這裡 小寶神功一分鐘, 主持劉天賜 小寶神功一分鐘, 第四十五回 講到狗爛師太和假太后, 毛冬珠交手 毛冬珠這個性格 真是一個典型中國人的性格 不一定是男, 一定是女 這個性格, 我們很鄙視他 所以給他一個特別衰的稱號 就叫做毒品性格 又叫做鴉片煙腦性格 為甚麼呢? 因為他只求自己的生存 只求他的毒癮能夠舒緩 他可以厚著臉皮在當眾裡說謊 也使得小寶在後面聽著 原來句句說話 都是維護著自己的生命 維護著自己的利益 而發出來的 還要講到像層層 還要講到自己很委屈 好像自己還是被害 我們日常觀察人都要小心 很多人有這些道友 RPE人性格 他完全是為了自己的毒癮 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裝模作樣 還要假裝做好人 或者假裝做受害者 千萬不要讓他們欺蒙 《鹿鼎記》第45回 姚秀寧監製 曾月娥編道 金融原著 可可編劇 主題曲由金培達作曲 《靈東盛編詞》 陳奕迅主唱 由陳奕迅飾演韋小寶 羅敏莊飾演《見靈公主》 定扯游 譚淡翠蓮 孔祥卿 《車心梅》等聯合播宴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現在應已播放緣分 少少 我律師描計 就令你出現貧荒 不思議笑我是傻 甚至我心中興何 我爺爺未及我清楚 跌跌碰碰碰我扮傻 天風我歡呼唱和 我要換世 但卻始終我是我 對話錯 對話錯 但卻始終我是我 對話錯 但卻始終我是我 事何後果 心最害怕我擦鬼太座 英雄難敵過 少少 有紅複照亮我 非洲女惡魂已經過 少少 我爺爺未及我 我爺爺未及我清楚 更清楚 跌跌碰碰我扮傻 天風我歡呼唱和 我要換世 但卻始終我是我 對話錯 對話錯 但卻始終我是我 音樂 這世界笑我是傻 真知我心中興何 我阿爺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叠叠碰碰我扮傻 天空我般苯唱我 我要援世但却始终我是我 对或错但却始终我是我 你笑是笑我是傻 总之我心中气和 我阿爺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叠叠碰碰我扮傻 天空我般苯唱我 我要援世但却始终我是我 对或错但却始终我是我 我来自嘤 我只能下天空我 你成长的 我嫌疼我